好 前一個半局呢 在藍英倫的這一個 這真的要形容他的那個揮棒 真的是還要怎麼樣想比較貼切的 暴力 真的就暴力了 暴力 那看到球揮完之後整個重心都跑 失去平衡 那明明是個石頭紅重的球 他把它打成這樣子 暴力猩猩好不好 但他本來就是核彈頭 所以在晨晨威受傷之後 連著三場比賽 來一輪又回到了去年 他最熟悉的開路先鋒的位置 在今天真的就炸了一隻最大隻的 你不覺得他打第一棒好像打得比較好嗎 好像比較適合 所以現在怎麼辦 就是現在一壘有一種核彈頭 還有一個霹靂神風腿 就都在的時候第一棒還很夯 其實齁 如果現在的狀況 藍一輪打得不錯的話 你也遇到了這個 再來這個晨晨威回來也不見得說要換 其實以這種對型去打 因為林立打第二棒也打得滿實的 發揮得相當不錯嘛 那再來考慮晨晨威應該放在哪一棒會比較好 我覺得現狀維持會比較OK 這個時候 王威誠 在球隊現在氣勢比較低迷的情況下 敲出了中興兄弟今天團隊的第一隻安打 而且也是這個半局守名上場的打者 對 這比賽我們剛剛才講 雖然 一開始投手遇到很大的狀況 但比賽還是在前一段 對 因為 我們說球真的是 圓形的啦 對 沒錯 打到最後你 你不知道 你今天 大聯盟場上最經典的就是 國民隊的這個 九局 神奇大逆轉 那你會發生什麼事情 很難說 對 這是機率的問題 雖然機率可能小一點 但是你現在還有時間追 就要看你團隊能不能把握 沒有錯 其實棒球打的是出局數 二十七個出局數 不是打九局 那你要到第二十七個出局 這場球賽才算結束 所以在怎麼樣之前一定 這個大家常在講的不要放棄 整個過程就是要全力以赴 像這一棒打到了中間方向 還蠻深遠的喔 球繼續飛 到了圈來 瞧瞧 跳起來接不到 越過去 剛好一千里 送他離開了 所以就是剛剛在提的 你要有把握住這樣的一個機會 掏的是詹黃 斬子嫻 瞧出了他本季第二十一轟 我們剛剛就有提 今年啊 中指的這些重炮手 各個都是 加起來真的就叫炮聲融融 詹子嫻目前的全力打支數排第七 就代表前七 通通都是二十轟以上的打者 第八的陳俊秀十九 第九的陳子豪十六 林立也是十六 我今年真的有機會來期待 前十名都是二十通的打者 是有可能的喔 這都是史無前例喔 對 滿會打的喔 那當然相對的 尼克斯有可能這個半局 就因為隊友 班長給了他太多火力資源 所以班兵現在投起來 可能會有一點輕鬆 他也要有一個停損點 有一點鬆懈 會啊 這個最好三壘手來接吧 但是 尼克斯是一開始就打定主意說 我來咧 我來咧 我來就好了啦 那你覺得代表尼克斯現在很想抓出局數啊 這個球其實夠高啊 三壘手來接會OK的 其實三壘扶手來接應該是都來得及 順向當然是三壘最好 但是投手也可以啦 對 只是喔 比較少見到 不過看起來林鴻宇已經到他旁邊來了嘛 你給他接也可以啦 解決林志勝 下一棒輪到的是 陳子豪 陳子豪打第一顆球 安打出現喔 哇 單局 忠信兄弟出現了第三支安打 這個球我覺得還好 沒有投入不好喔 可是狀況不好被打 哇 這個變速球也打得很漂亮 下一棒輪到的是精神領袖彭正銘 進入到九月啊 真的 雖然對忠信兄弟來說 這是客隊的比賽 那還是希望就是 不管你是哪一隊的球迷 真的把握這幾天啊 今天跟明天 再來就是第三周的這個 週末三連戰 就是忠信兄弟今年 最後一次來到桃園球場 跟著九月底 回到忠信兄弟的主場 就是恰恰要應退的比賽 對 所以 真的是值得 包括恰恰自己也說 他當年入行的時候 看到了 林陰鎮那時候 那個影退賽 這個 敵燈對一個選手的肯定 不過他輪到他的時候 鐵定位做得更 更熱鬧一點 讓大家更感動一點 因為先前已經有看到到 各個其他的球場 今年的最後一次 當然對恰恰來說 是他 生涯最後一次到那個球場 球員的身分出散 對 也都有很多紀念的一個儀式 這都已經有 比照 看大聯盟的這些 規格了 嗯 那個氣氛是有在醞釀中 上一次呢 真的就是 風哥 隱退的時候 也是有一樣的場面 對 陳金鋒是可惜 實際上 他後面的這幾年 他比較在二軍的時間 是比較長 那一軍出賽的機會比較多 因為受傷的關係 那彭正銘一直都還在一軍比賽 對 所以這種場面應該會更 讓大家這個 會感受到 沒錯 欸 金鋒如果沒有看的話 應該以後是沒有其他 一檔真的可以維持 這麼高的這個時間 都在一軍啊 然後也都有一定的 三成以上的這種成績啊 就是恰恰恐怖的地方 外號才會有火星洽的這個稱號 這個時候選到了四外球保送 哇 你要是 不知道跟隊友給太多分支援有沒有關聯 那你要看 你要不是隊友有這麼多分支援 現在尼克斯其實投的 這個半球是滿陡的耶 對 很振扎 五個打者有四個上到了一包 投的振扎 這跟這個隊友的火力支援一定 多少會有一點關係 然後面對張智豪 然後面對張智豪了 變化球進外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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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內側高的一個位置 被懸掉了齁 壘上有人的時候 任何一個投手都會覺得不好投 不過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就跟我們在前面兩局 看到尼克斯在投的時候 有提說 要觀察真的是第二棒 這一局開始 真的第二棒開始 整個壓制的效果 真的對比第一輪是還滿大的落差 對 沒錯 第一輪幾乎 這個熱身階段 不管是打擊還是投手 應該都在熱身 第二輪碰到就是真的開始了齁 同樣的位置 看著頭打還滿掙扎的 這一局 節奏 這個半局也放得比較慢 有擠到 對 擠壓到了齁 繼續投他的內角的位置 他至少今年的打擊率還好 但是全壘打 長打還是有發揮的 他如果有 長打有這麼多 二十幾隻的 打擊率稍微低一點 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這個半局 尼克斯的節奏跟對比前三局真的差很多 對 剛剛那個球本來要出手了 但有一點沒有把握 再重新再看一次 可能要換其他的球路也不一定 沒有投進去嗎 那就變成滿球數了 對 好 掃出去 阿達利是滿不錯的界內 這是一隻長打出現 那這隻長打呢 兩分要回來了 張志豪呢 上二壘沒有問題嗎 先回來一分而已 原本一壘上的跑者 恰恰這個速度比較沒有那麼快 沒有冒險 但是這個對落後方來說是沒有影響 這樣也不錯 對 不用冒險 只有每一棒出來 壘上的分數全部都要搶掉 這個球也算打得滿快的啦 待會不要那麼勉強啦 要攻不是不能攻 但是有風險在 好 這一個半局 當然這個時候 吳敬良投手教練就上來喊暫停 但這就是要請教球評的人 這一個半局六名打者 四隻安打 一個保重 有五個是上壘的 到底尼克斯為什麼會突然間又一局 我這個炸裂的情況 我還是覺得 他的隊友打太多分 所以讓他在旁邊等時間比較久 當然不是久的問題 是心裡會稍微有一點點 比較輕鬆一點 那當你心裡比較輕鬆一點的話 你那個對戰的那種 那種氣氛就會比較少一點 也許你近的角度就稍微會比較好 或者是快球會明顯 當然我們就說比賽都還沒有 都還在前段 現在說都還太早 那你光看這個半局中性 現在還是有在得分的一個機會 現在才一出局 如果這個半局也可以得到四分五分的話 你就會凸顯在前一個半局 掉了那個七分我沒有說 如果沒有那些狀況的話 可能最多掉兩分而已 那你看那一來一往差距會變 應該是多小的一個情況 對 這比數不會差這麼多 所以有時候投手碰到這樣的狀況 也不是這麼好的 就好像 關門的現在我贏了五六分 然後你要下去關門 這一棒推出去要看弱點 沒追到越過去 那兩棒 壘上的兩名跑者回來得分 沒有問題 高宇潔快速剎車 再一支的長打 喊暫停無效 可以真的這個半局 中心兄弟現在一口氣 打了五分回來了 那其實 現在戰況是很難說的 很難說 現在很難講 不過高麗遠這邊還是 攻擊還是會在 還是有他的一套 這個球其實也打得相當的好 相當的漂亮 兩邊都有把握住自己的攻擊 因為今天這場比賽 在這一局之前 中心兄弟唯一上壘的那個人是寶宋 其他的通通都被解決 對 那這個半局 守民打者上壘之後 那個攻勢就是 綿綿不絕 兩邊都有把握住自己 隊友上到壘包的時候 有做一個有效的助攻 王勝為在打擊 繼續攻內角 繼續攻內角 還是沒給好 還是沒給好 是外球 這一局的尼克斯狀況 還蠻少見的 我們就是說 可能會有點鬆懈 但你也看到他在 詹子嫻打了全壘打之後 接下來都 節奏有放慢 可以的去調整 還比較謹慎的面對打者 但還是打不住 對 棒球的變數真的是很大 很大 真的 鬆懈不得 那你就要 每一顆球 每顆球要去精回神 稍微鬆懈一點 放鬆一點 有時候對方就有精可撐了 要去殺門 殺不住 這是一個好球 比較低的位置 台灣都有給 對王勝為來說 他是覺得他已經 很謹慎的選跳 對 跟裁判的 看法是比較不同的 是有進到好球帶 但是高低的問題 看裁判給不給 是蠻接近的 退出 打擊區 再來一次 滿球數 前面三局 一隻安打都沒有 這半局一口氣 五隻安打 包括一隻全沒打 這一棒推出去 又傳了 再一隻安打 而且原本在二壘上的跑 是被擋下來 因為穿出去 速度是還滿快的 對於落後方來說都是保險起見 這個半局現在換尼克斯 遇到了止不了血的情況 對 但這幾棒 你說他真的失頭嗎 好像也沒有說失頭的很多啊 對王勝為這個球應該是 還算頭的漂亮 但現在問題來了 再上來的話 就是要換頭手 牛棚是有洪勝青在做準備 應該還不會換 因為現在比數 11比5 還六分 應該是不會換 面對吳東榮 所以 要不要換頭的這個時機點 我覺得對於教練團來說 這樣狀況應該也不算常見 就前三局像 Verdland一樣 那無安達不賽 這一局突然間真的有點冷 就全部 怎麼上去怎麼樣被打 對 好像怎麼打怎麼安達 那個 都沒有說體力慢慢下滑 就突然間一局 就有這麼大的落差 對 所以就會讓教練團 會有點難拿捏 說我要不要 這一局就換 對 這就是今年Lamigo 會碰到的這些問題 所以還是 還是 還是凸顯在投手這個方面 沒錯 就是要去想辦法解決 不過以尼克斯來講 他算 今年來球技來看 算是表現穩定的 這一幫 今天 其實吳東榮這一幫 也不好對付 他雖然今天還沒有安打 但他在三局的時候 那幾顆已經在邊線 連續打了兩顆 角度修正一下的話 都一定是安打的球 如果以打擊的這個內容 來看算是還不錯喔 整個攻擊的狀況是不錯的 這個給了嗎 這裡是在好球袋裡面 沒什麼 你要全壞球 中文字幕——YK 还是三里边线出界 对 还是出方出得快 几秋点比较前面的一点 这个其实也有更近 只是有稍微再找一点点而已 哦 塞内交主神没有给 那变成两好球两坏球 还没完 但是尼克斯前面三局的神勇 这一个半局现在赔了一半 赔了一半以上就 赔了一半就算了 他用球数之间也又追加回来了 对 有没有掉到 一雷神说有出棒过半 三阵出局 那现在是第二个出局数 危机呢 还没有完全解除 这一球呢 吴东隆被调到 出去了 确实是出去了 遭到了三阵 来杀出了 但是要这个半局的攻势 中文兄弟也是非常的凶猛 所以 黄威城再次上场 两边呢今天都有单局 打超过一轮的情况出现 哦 结果这个石头球偏高 被打出去了吗 看着脚打在墙上面弹回来 哎 是拳雷打 因为呢 一雷神呢是 转圈圈说是拳雷打 那现在可能另外一边 会不会要来抗议一下 这个球打在黄线上是弹进来的 所以现在要求挑战要看 差很大 拳雷打的话是 三分泡啊 这个是 这是 拳雷打是辅助判决 可是 洪一东总教练是很主动的上来 挂框框 但其实拳雷打是可以 做一个辅助判决的 只要裁判 这个不记录在挑战里面了 所以裁判觉得有争议的话 是可以来看的 一般应该是会看的 好 决定要来看框框了 对 好 论之后 要看到到底是不是 拳雷打 这是王威臣首发 好 我们先看一下 因为呢 裁判是很明确的说是拳雷打 哇 这个比赛这两队打起来真的是互相伤害的一个概念 这刚刚这一支就算不是拳雷打也是一支常打 对 没错 但是二雷打跟拳雷打还是差别蛮大的 就在球队原本以为0比11的情况下 既然被千人迷来的这一支 而且就是曹总讲的 这颗球刚好弹回来的话 要看到底他的个人记录有没有写下去啊 你在中职的第一支跟 有没有出现的 现在要看辅助判决来决定啊 所以他也很会打 打得刚刚好 如果说有过的话应该刚刚好过啦 可是因为他是打在黄线上 要看是弹回来还是弹出去 这个位置真的是还蛮尴尬 真的要看其他角度啊 来做一个确认 他把镜头收近了一点 应该会比较清楚一点 如果这支三分炮灌下去 差距会变成只剩三分而已 现在记录上是先给上去 是因为当时裁判是很明确的说是全雷打 对 电视辅助来确认一下 如果是全雷打的话就是二世 在终植的第一次啊 第一次前 对啊就是他的第一次啊 耳机拿下来了 要决定了 耳机拿下来了 第一次 有啦 真的是他的终植的手轰 手轰 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而且刚刚那个球是有弹进来的 所以不管人家那颗球还可以留住耶 没有被球迷捡走 哇 手轰是一支三分炮 单局八分 所以在这样子的暂停之下 现在尼克斯要退场了 哇 哇 这个是尸头 就很明确了 被 黃威成这样子给咬中 从这边再来看一次 哦 是打到的那一个音箱的话那就没有错啊 因为刚好在那个位置 如果你打到的这个音箱的话那就是全能打啊 那基本上如果没有那个东西的话是未跃出去的 好 那现在场上是换投手啊 我们要先请大家稍后片刻 出局 结束了这个半局 但是中信兄弟 单局呢 八分灌下来 现在差距缩小道只剩三分了